講到今年 China Joe 以最大手筆的廠商 聖大遊戲應該算是其中之一啦 那在它展出的眾多遊戲當中 最受人注目的應該就是 代理日本時科威爾愛妮克斯 所開發的 Final Fantasy IV 啦 那到底這一款砍掉重練再出發的史詩級作品 會帶給大家什麼樣的衝擊呢 那就讓我們來告訴你吧 今年 China Joe 電玩展 中國聖大遊戲有展出 備受期待的線上遊戲 Final Fantasy XIV 這款由史克威爾愛妮克斯開發的奇幻史詩 當初因為內容乏善可乘 在玩家的抗議下整個打掉重練 經過了研發小組破釜沉舟的決心 推出完全重新設計內容的2.0版本 而這一次重新進化的 Final Fantasy XIV 使用全新的引擎開發 畫面表現大幅強化 在地圖方面也加入更多的動態地圖設計 每個地區都會有至少3個獨特的主題 而且全新研發工具來開發敵人與物品配置 另外玩家詬病的使用介面 也完全打掉重作 將帶給玩家最好的遊戲感受 不過連Final Fantasy XIV都要登陸中國囉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輪到台灣呢 那真的要慢慢等囉